美国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海地移民 近日成为了美国选战的热门议题 早前声称移民吃猫狗等宠物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再次口出狂言 扬言一旦他当选总统 就会把住在俄亥俄州的海地移民全部驱逐出境 特朗普的海地移民吃猫狗论引起轩然大波 面对外界猛烈抨击 特朗普非但不认错 他星期五在洛杉矶的高尔夫度假村召开记者会时 提到边境移民问题时又放话 当选总统后就要对居住在俄亥俄州 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海地移民进行大规模驱逐 我可以说这个 我们会从森林菲尔德市从森林菲尔德市 我们会把这些人带回来瓦尔德州 特朗普这番言论 让美国总统拜登也看不下去 要他马上停止对海地移民的攻击 斯普林菲尔德有大约一万五千名来自海地的合法移民 但近日激进右翼支持者却不断咬紧 海地移民吃猫狗的虚假谣言不放 不过市政府官员已经出面辟谣 只当局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投报 而民主党也指责特朗普和他的副手 也就是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 煽动种族紧张气氛 利用移民课题上升为选战议题 另一方面特朗普也在记者会表示 他不会出售自家设美Truth Social的任何多数股权 也不会离开他创建的社交媒体平台 特朗普社媒公司在三月份上市后 市值一度飙升至近100亿令吉 在三户交易员中也很受欢迎 被视为对特朗普获得第二个总统任期机会的投机新押注 虽然早前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进行电视辩论后 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股价暴跌 但在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没有卖掉股份的打算后 股价在星期五快速飙升30% 速播显示 星期五快速飙升30%